大家好,我是11月蓝 欢迎您一起加入1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我们来看到 欢令县警察局新任分局长 今天举行了联合交接典礼 典礼是由县长许正卫亲自主持 欢令县警察局长王旭昌兼交 而新任的七位干部 包含了欢令县警察局都察长、主任秘书 欢令分局长、洁安分局长、新城分局长、凤林分局长 以及玉璃分局长 也都在今天正式不达上任 新闻许正卫首先感谢前任分局长们的付出 并且欢迎新闻新任干部到花莲服务 他与知识表示 花莲县平日奠定良好的自然基础 警务工作不因为职务调动而有所凶懈 谢谢所有继承员警们同样的努力 并且请免新任分局长 积极做好自然维护的工作 提供相信一个安心居住的环境 花莲人是纯朴的 我相信来到花莲都留下 人生的丰盛 还有愉快的工作期间 有时候可能一年 有时候可能一年十个月 我想在这里真为再次感谢大家 花莲就是大家的家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即将进入了我们的重大节日 也就是春天期间 我想我们所有的警察中人 业务都相当的繁重 再次感谢大家 花莲是一个观光大县 更是一个我们要让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 人家说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然而保姆我们就要做到 无论是对人民 对乡亲的温暖 以及对职房 让我们乡亲能够安心 安全安定 能够对于警察同仁 觉得非常 就是我的靠山 我安居乐业的力量 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王旭昌局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五位分局长 另外我们督察长 主任秘书 我们再次谢谢所有警察同仁 现在许正伟也介绍新任的干部 花莲县警察局主任秘书于忠义 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长调任 花莲县警察局驻察长张建中 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长调任 花莲分局长黄仁介 由张华县警局西湖分局长调任 江分局长吴思汉 由花莲县警察局新任分局调任 新城分局长苏立中 由刑警警察局国际刑警科队长升任 凤林分局长江世红 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服务由警察队行政组长升任 玉立分局长黄敬瑶 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三重分局秘书室主任晋升 记得交易换收到